其实在阳明山上 也有一个 其实很多 我也去过 他野家有够漂亮的 我们知道靠近某一个大学 所以那些都很多年轻人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一个大小孩 这是我朋友发生的 真实的事件 他就带他们的朋友 去那儿刚才丹鸾来 那边其实真的是 最柔满地客 那都没有人多好 没有啊 没有啊 都各做各的 各忙各的 真的真的真的 大家都知道默契嘛 对 结果他就跟他女朋友 在那儿甜言蜜语 然后谈天说地的时候 远远的看到 因为一般我 为什么要强调说 大家各做各的 他就觉得 那是一个大母子 一直在对着 感觉在讲话 在讲话 聊天啊 新高采烈这样 可是呢 这个旁边的人 他觉得说奇怪 他女朋友 怎么一直用很奇怪眼光 就说 那个人 其实他女朋友 那个人怎么了 他说 怎么人家在谈恋爱 你不要去吵人家 然后他就 然后又跟他聊一聊 他女朋友说 可是好奇怪 他怎么在自言自语 然后他男朋友说 哪有 哪有什么自言自语 没有啊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反正呢 就这样子 那个约会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要下山 他男朋友呢 就呢 去跟他 跟那个 跟那个男生 讲说 就直接讲 就讲说 你们待会带女朋友 下山 要小心一点 这样子 然后不要 就是因为他 后来发现 那个男生动作很大 然后感觉 有一点点在争吵 所以他就是 上前关心说 你不要跟女朋友 吵成这样这样 就这样讲完 讲完之后 他就走了嘛 可是他女朋友就觉得说 你疯了吗 怎么带女朋友 他女朋友下山之后 根本就没有人啊 他那边有吓到 他那边有看到 他那边有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重点是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其实呢 都有看到 重点是 所有的人都有看到 对 然后其实他女朋友 也有看到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女朋友就知道 不对 大家都知道 那个不是真的人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所有的人 都没有讲话 因为这个人 已经三不五十 因为有些人 觉得很奇怪 因为每次只要呢 有时候谈恋爱啊 两天就去一次 就看到那个男生 一直在跟 那个女生讲话 可是那个影像 大家就知道 就是死而有 死而没有 其实有些人知道说 那个怪怪的 卡掉 但是所有人都不讲话 但是呢 就只有他 还去跟他讲说 你不要跟你女朋友 玩假啦 不要吵到这样 OK 那他们看到的 那个是什么 后来他回家之后 不得了 因为他女朋友觉得 你为什么 这么奇怪呢 你为什么要惹麻烦 然后呢 就两个人因为这样 在很短的时间 就是闹分手 就是因为 因为这样子的口角嘛 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很小的事情 可是就争吵 可是这个女生呢 从那天之后 就跟着他回去 跟着他回去 就说 你陪我聊天啊 你怎么不陪我聊天 然后那男生讲说 天啊 这个不是 你不是那个女朋友吗 那一上大太太知道说 原来他不是人啊 他看到的那一个 怎么会跟他回家 你知道吗 原来是大家都没有讲出来 就他讲出来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个男生去卡到 没有人愿意去沾人 那个麻烦 对 结果他讲出来 他就假薄嘛 结果那个女生 居然就跟他回去 因为他发现 你看得到我啊 天啊 对啊 然后就这样缠到 他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暴瘦 暴瘦十公斤 然后他家人说 不得了 因为他开始 恍恍惚惚 那那一阵子呢 他家人常发现 不对啊 你怎么一个人 住在自言自语 因为有些人 是看不到的 然后他说 结果你如果一个人 你自言自语 一直对着空气 然后一下子哭 一下笑 一下这样子 抓狂这样 非常精神错乱 后来没有办法 就带他去看医生 一样 大家都寻求这个方式嘛 医生说 他应该是 可能睡眠障碍还干嘛 就也查不出原因 但是他还是一样 然后后来去找老师 后来终于 他找到一个老师 老师跟他讲说 你知道吗 你儿子 这个女生 他就掉他的魂魄出来 这个女生 其实他是跟男朋友 去那边 把他谈恋爱谈一谈 后来在那边谈谈分手 就这个女生就失足 调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人家一般不知道 因为他其实是初恋 然后又是处女鬼 然后老师是这样讲 就是说他比较执着 所以他会觉得说 我的人生才刚开始 然后所以来嘛 给我玩嘛 那你跟我谈恋爱嘛 跟我去干嘛 哇真的吓死了 所以是不是不要讲 对 我是觉得说这样 看到是不要讲 万一看到不要讲 要不然他如果一直干扰你 就念佛号 甚至他吓你 你就可以念咒语 那我 我是觉得说 你应该献身给高仁和 跟陈慧文看 因为他们不相信 因为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 对 其实越不相信 越不会碰到 所以你就不要相信 真的 因为他会怕你 不相信就不会 对 他会怕你 他一直觉得 你看你又不会 你又不会 除非他是猎鬼 对 他要整你 对 你如果看到他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你的气 你的气就足 你怕了你的心就虚了 虚了他就会趁虚而入 趁虚而入就这样来的 我才没有看 我就没再怕 他如果要整你 他也会有判刑 他没有 所谓的法规不可以 这样子 嗯